最近呢 Adobe的软体 如果你是订阅版的 也就是说你是正式的版本 我想应该都有收到公司 因为Adobe的软体 通常都是在前一个 年度的年底 你看我们在 今天10月31的 对不对 这就两个月 就过年了 所以他就会在 差不多这个时间就准备2023 看看 有没有同学你是订阅式的 就是你是付费的 最近就有新的一些功能 在2023里面其实有蛮重要的 更新 是跟我们上次 介绍的那个国家地理频道 我们有没有用这道 有没有印象 一个亮的云,一个云的云 那我们有强调 就是说在A里面 如果假设这是A图层 然后这是B图层 请问 费增的 费增住的是哪一层 是不是在 这一层 对不对 他要找他上一层当遮罩 就是从这边 在B这边直接去设定他的上一层是遮罩 那 我们现在的版本 也就是学校用的是2021 到2022都是一样 以前也是这样子 他只能找他的上一层 所以我们上次有特别跟大家强调 你不要把他 中间又插的另外一层 进来 这样他就找不到 但是到了2023 终于 可以一个遮罩 耗用挺多的藤山 所以这个刚好跟我们上个礼拜 介绍到的工礼 有相关 所以我就在这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进去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 因为这个都有 有中文 所以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说 给新的版本 他有什么不一样 那 另外一个他比较重要的 就是支援3D物件 也就是说他的3D模型 我们在那边做好了3D模型 可以直接拿到A里面来用 事实上各位 你们到了 在Photoshop 7S6开始 这个是Photoshop 7S6开始 或者是你老推特 就是我们所谓的AI 你老推特 从2022开始 他们都有3D的功能 我们刚好2021比较尴尬一点 没有 那Photoshop 3D一直到2022慢慢的它会消失 就由以打推特来接受 也就是说他们都可以做3D模型 那现在呢 A1刚好在2023把这个部分接起来 也就是说你今天在Photoshop做好的 Photoshop做好的 这个3D模型 你把它汇数成标准的3D模型格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到A里面来用 那就可以跟我们原本A有的灯光摄影机做整 好就可以直接拿进来 虽然还不能在里面 直接 就是做这些3D模型的动画 因为这一块主要是跟另外一套栏比较新式兵 新马式兵 好 有相关 但是呢 你的外部的真理模型 如果你想要把它变成你场景的一部分 你想要改变不同的角度 现在在A里面通通都可以用 所以以后呢 这个版本 会越来越方便 就是在整合性照片 因为说真的 虽然各位懂得上的是2D 以A1来讲 主要是2D为主 但是呢 3D 也是 各位以后未来设计的趋势 为什么 你不见得要完全都是3D的 可是3D的元素 可会成为你设计的一个部分 可以啊 真的啊 所以呢 你可能在合制或者是 一些图形上 我就可以用3D的来呈现 那重点是你可以任意的改变你的角度 好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把 他最近的一个新的功能 我们这个部分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看一下 在这边 这里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 遮罩的那个功能 现在他遮罩的功能改成像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自由的去指定 自由的去指定 我的遮罩是谁 就局限在 一定要在他的上一层 这样的话你就会更有更新一点 好 这个是 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的 反正新的 防折出来 你如果能够去知道他的什么新功能 搞不好 刚好 就是跟你要做的 有相关 你就可以马上做一个利用 你们平常会专注这种新功能吗 应该很少 对不对 所以你大概不知道 2022 比较车里跟Polo Show 有增加什么功能 好